大家好,我叫老郎 嗯,是一个网络主播 录这段视频并不是为了要提些什么,要炒作什么 而是想说明一个事儿 就职前两天 在我们六五合边上 一个18岁的孩子 被淹死了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在全国每天可能都有这个悲剧上演 每当这件事发生的话 都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说 哎呀,远离水源 请注意安全 但是我想说的是 大家伙儿,全国的人都是这么说 让孩子远离河边,远离水源 但是有没有想到今天 因为什么出的这个事儿 这件事儿的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不会游泳 我想说的是 溺水身亡这件事儿 就好比说像大雨之水 我只是说我自己个人的意见 赌不如酥 因为孩子不管什么孩子 天生对水都有种亲切感 你不让他去接近,他反而会去感觉对水更加神秘 更想去玩 我的建议是 我倡议一件事儿啊 就是说能不能小学中学的课程 一周,哪怕一周或者一个月 加一节游泳课 给我们的孩子增加一项保命的技能 因为游泳这东西只要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忘 所以说我倡议 全国的中小学能不能加一门游泳课 我愿意 我愿意维持 奉献我的一份力量 我希望全国都能把这份视频结立下去 这不是我的操作 这是我的真心话 希望大家能够转发出去